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奥运会节目 今天我们有三个激动人心的故事 法国游泳明星莱昂 马上在赢得两枚金牌后 无休止地挑战自己 继续在泳池中拼搏 澳大利亚选手的凯尔查尔莫斯 反击中国选手潘展勒的冷落指控 引发了两国游泳队的口水战 以及澳大利亚女组主教练托尼·古斯塔夫森 在经历了起伏不定的任期后 最终结束了他的教练生涯 这些故事展示了奥运会上的竞争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欢迎收看奥运会特别节目 我是您的主持人 今天我们将聚焦三篇令人瞩目的体育新闻 分别来自法国游泳明星莱昂 马上澳大利亚和中国游泳队之间的竞争 以及澳大利亚女组教练托尼·古斯塔夫森的复杂遗产 我们首先来看来自美联社的一则报道 在法国南特 法国游泳明星莱昂 马上展示了惊人的体能和毅力 就在赢得两枚金牌的数小时候 这位22岁的年轻人再次回到了泳池 面对着热情的粉丝们 马上在本季奥运会上 可谓法国队的代表人物 他在周三晚上的表现 堪比传奇游泳选手迈克尔·菲尔普斯 他以1分51.21秒的成绩 拿下了200米跌泳冠军 随后又以2分05.85秒的成绩 赢得了200米挖泳冠军 短短两个小时内 马上连夺两斤 令人赞叹不已 周四早晨 马上再次出现在200米个人混合泳的预赛中 他轻松完成比赛 并以第三块的成绩晋级 日本选手赖户大也以1分57.48秒的成绩排名第一 马上以1分57.86秒排名第三 到目前为止 马上在巴黎已经获得了三枚金牌 他将在周五晚上的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 争取第四枚金牌 这场比赛将会决定 他在巴黎的金牌总数 而拉德方斯体育馆的观众们 已经热切期盼着这场比赛的到来 马上的教练 是曾经指导过迈克尔·菲尔普斯的美国名教练鲍博·鲍曼 鲍曼对马上的未来充满信心 但也提醒他的下一阶段可能会更加艰难 面对来自赞助商和家乡粉丝的新关注 马上需要承受成功的压力 并找到下一步的方向 接下来我们来看卫报 关于澳大利亚和中国游泳队之间的竞争报道 三届奥运选手的凯尔·查尔莫斯 对中国选手潘展乐的冷落指控 做出了回应 称这些指控有点奇怪 在周三的男子100米自由泳比赛中 潘展乐打破世界纪录并夺得金牌 而查尔莫斯则获得银牌 潘展乐在赛后接受中国电视台采访时表示 查尔莫斯在比赛首日冷落了他 但查尔莫斯通过澳大利亚奥委会发布的声明中 回应称他对潘支有尊重之情 并解释了情况 他还提到自己在接力赛前 曾与潘展乐碰拳已是友好 这一口水战的背景是 中国当局怀疑澳大利亚肉类 可能是兴奋剂检测呈阳性的罪魁祸首 据报道 两名中国选手在2022年10月的兴奋剂检测中呈阳性 但在声称使用了受污染的肉类后 被清除嫌疑 这一事件引发了对澳大利亚肉类产品的更多关注 在巴黎2024游泳项目的五天比赛后 澳大利亚以四枚金牌位居游泳奖牌榜首位 而潘展乐的胜利是中国在本次比赛中的第一枚金牌 这一竞争不仅是在泳池中的较量 更涉及到国家间的复杂关系和对兴奋剂检测的关注 最后我们来看悉尼陈锋报 对澳大利亚女足教练托尼·古斯塔夫森的报道 古斯塔夫森的时代以一次典型的方式结束 即在最后一刻将中后卫推上前场 试图挽救一分 这场比赛结束了澳大利亚女足在本届奥运会中的征程 古斯塔夫森在过去四年中见证了球队的高光时刻 但也未能将这只黄金一带推向更高的高度 他的口号 一天比一天好虽然真诚 但现实是球队的表现波动不定 有时一天比一天好 有时一天比一天差 这种令人沮丧的循环让人抓狂 古斯塔夫森的任期始于2021年的连续五场无胜友谊赛 但在2020年东京奥运会上几乎赢得同牌 然而 在2022年亚洲杯四分之一决赛中被淘汰 再次引发了对他的质疑 在他的任期内澳大利亚女足在27次对阵世界前十的比赛中 赢了6场 评了5场 输掉了16场 这一成绩显示出他在精英国际足球中的挑战 他的理想主义与现实的残酷性难以调和 导致了球队在关键时刻未能取得理想成绩 总的来说 古斯塔夫森尽了最大的努力 但下一任教练必须做得更好 澳大利亚足球协会有多种选择 包括助理教练梅尔·安德雷塔 和悉尼FC的主教练安特·尤里奇 无论选择谁 新的教练需要在战术和人员安排上 做出更好的调整以应对女子足球的新专业水平 和球员的疲劳问题 感谢收看本期奥运会特别节目 我们将继续深入探索的这些故事的细节和背景 请大家继续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法国游泳明星莱昂·马尚·利安德·马尚 在2024年巴黎奥运会上的表现 堪比迈克尔、菲尔普斯、迈克尔·菲尔普斯 迅速成为本届奥运会的明星之一 他在短短几小时内连续赢得200米蝶泳 和200米挖泳的金牌 并再次轻松晋级200米个人混合泳运赛 这使得他成为法国游泳队的灵魂人物 并赢得了大量粉丝的热烈支持 马尚的教练是鲍博、鲍曼、Bob Bowman 这位教练曾经带领菲尔普斯 赢得23枚奥运金牌 他的指导能力 对于马尚在比赛中的出色表现 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然而鲍曼提醒说 马尚需要适应随之而来的压力和赞助商 以及粉丝的关注 这将是他未来面临的一大挑战 在男子100米自由泳比赛中 澳大利亚选手凯尔、查尔莫斯、凯尔·赛尔摩斯 与中国选手潘展勒、Pain Zeno 之间的紧张局势也成为了焦点 潘展勒在比赛中打破了世界纪录 并夺得金牌 这是本届奥运会的首个世界纪录 然而潘在赛后指责查尔莫斯 在接力赛后冷落了他 并且在训练期间对中国教练表现出不尊重 查尔莫斯则表示自己对潘只有尊重 他并不理解这些指控 并表示两人在比赛后还一起笑了笑 这场口水战背后还有更复杂的背景 包括中国当局对澳大利亚肉类的怀疑 认为其可能是兴奋剂检测呈阳性的罪魁祸首 两名中国选手在2022年的兴奋剂检测中呈阳性 但中国官员声称这是因为食用了受污染的肉类 这引发了对澳大利亚牛肉的检测 在澳大利亚女足方面 主教练托尼、古斯塔夫森、Tony Gustafson的任期结束 也成为一大焦点 他在对阵美国的比赛中做出的战术决定 引发了争议 导致澳大利亚女足在本届奥运会上的表现不佳 古斯塔夫森的执教风格和用人策略 在他任期内饱受批评 尽管他见证了球队的一些高光时刻 但未能稳定地带领球队取得重大胜利 他的辞职留下了一个重要的问题 即澳大利亚足球协会会选择谁来接替他 带领这支充满潜力的球队迎接未来的挑战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各位观众 三枚金牌 两个世界记录 莱昂马上再次证明了自己是现今游泳界的无冕之王 他不仅展现了顶级运动员的竞技水平 更显示了不屈不挠的精神 这样的表现无疑让法国在奥运会上的地位得到了空前提升 马上的成功不仅仅是他个人的胜利 更是法国游泳界乃至整个国家的骄傲 啊 楚天书 你是不是忘了伟大的麦克尔菲尔普斯 马上的表现当然值得肯定 但说他是无冕之王未免言之过早 菲尔普斯的23枚奥运金牌可不是随便谁都能挑战的 而且马上面临的压力和挑战才刚刚开始 他能否顶住这些压力还是未知数 谢琪琪 菲尔普斯确实是游泳界的传奇 但我们也应该给新一代运动员一个展现自我的机会 马上在短短几天内连续三次夺得金牌 这种持久的体能和心理素质已经是非同寻常的了 还记得菲尔普斯在2008北京奥运会连夺八金的时候 人们也是充满疑问的 马上正处于他的巅峰期 我们应该给予他更多的信任和期待 楚天说 你这魔说倒是让我想起了拿破仑的滑铁罗 马上现在是风头正静 但正如你所说 他面临的压力和挑战才刚刚开始 过早地给他戴上无冕之王的桂冠 可能会对他造成更多的负担 菲尔普斯的成功来自于他多年的坚持 和无数次的挑战 而马上还需要时间来证明自己能否持续保持这种高度 谢奇奇 历史上有不少英雄在年轻时就展现了巨大的潜力 比如亚历山大大帝在30岁之前已经征服了半个世界 马上同样拥有巨大的潜力和无限的未来 我们应该给予他支持和鼓励 而不是过早地给他设定障碍 法国队在这次奥运会上的成功 也证明了他们在培养顶尖运动员方面的努力和成就 让我们期待马上在未来的比赛中不断突破 创造更多的奇迹 哇 楚天说 你真是把马上比作亚历山大大帝了 好吧 我得承认你很会打比 不过现实是马上的成功还需要时间来验证 正如查尔默斯与潘展乐的争议 体育界的竞争和挑战远不止于个人能力 马上能否在压力下继续保持高水平 还需要看它是否能适应未来的挑战和变化 让我们拭目以待 看看这位亚历山大能否真的征服游泳界吧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 评论 法国游泳明星莱昂 马上无休止 赢得两枚金牌后数小时 他又回到了泳池 哇 这个莱昂马上 他是真正的泳池战士 不止赢得了两枚金牌 还在获胜几个小时后又跳回泳池 这种体力和毅力 真的让人瞠目结舌 大家想想 这位法国小伙子在短短两个小时内 先是在200米蝶泳中打败了世界纪录保持者 然后又在200米蛙泳中获胜 这不仅仅是速度和技巧的比拼 更是体力和精神的双重考验 那么 为啥马上这么拼呢 恩 他的美国教练鲍博 鲍曼 这位曾经带领迈克尔 菲尔普斯赢得23枚奥运金牌的专家 对这位年轻的22岁选手充满了期待和担忧 鲍曼认为 马上将来面对的挑战不仅仅是泳池中的对手 还有来自赞助商和粉丝的压力 真是苦了这位小伙子 还得承受那么多爱的重量 不过 马上显然对挑战并不畏惧 他在200米个人混合泳的预赛中轻松晋级 目标明确 就是第四枚金牌 小伙子 平常人常见识 我们期待马上能在巴黎再创家机 不过也希望他能好好休息 别累坏了 查尔默斯反击 中国冷落指控 竞争愈演愈烈 哎呀 这奥运会不仅仅是泳池里的竞赛 还有泳池边的社交战争呀 澳大利亚的查尔默斯和中国的潘展乐这段小插曲 真是给奥运会添了不少戏剧性 潘展乐说查尔默斯在接力赛后冷落了他 这让大家觉得有点尴尬 这不是奥运会应有的友好精神吗 查尔默斯也不甘示弱 立马反击 说他对潘展乐只有尊重 甚至还提到了潘之前 说他是偶像的事 听起来像是两个大男孩的爱恨情仇 谁对谁错不知道 但至少这种对峙让比赛更加有看头了 更搞笑的是 还有美国选手捷克阿莱克西泼水事件 真是泳池外的暗流 比泳池里的水流还要激烈 这种跨国的小摩擦 其实也反映了奥运会上的紧张气氛 大家都在拼命 也难免有些情绪上的碰撞 不过这些小插曲也提醒我们 运动员们不仅需要在赛场上表现优秀 也需要在赛场外保持风度 希望这些恩怨能在未来化解 让我们看到更多精彩的比赛和友谊 一位好人与复杂的遗产 古斯塔夫森的澳大利亚女族过山车 终于停下来了 托尼、古斯塔夫森 这位澳大利亚女族的主教练 真是经历了一场过山车班的旅程 他的时代以最典型的方式结束了 最后的绝招没能挽回局面 即使最后一刻派上中后卫阿兰娜、肯尼迪 也没能改变二横线一输给美国的结果 古斯塔夫森的执教生涯真是起伏不定 像坐过山车一样 有时高高在上 有时低谷彻底 他见证了这只女族的辉煌时刻 但也未能将这黄金一代推向更高的高度 这种一天比一天好的口号 听多了也让人有点怀疑人生了 因为现实真不是这样简单 但不得不说 古斯塔夫森是一位好人 她的善意和努力是毋庸置疑的 结果呢 澳大利亚在大赛中的表现时好时坏 让人有点抓狂 她的任期中 这支队伍在世界前十的比赛中成绩并不理想 这也让人对她的执教能力产生怀疑 总的来看 古斯塔夫森的时代终于结束了 澳大利亚女族需要新的方向 无论是内部提升还是从外部引进新教练 这支队伍都需要一个新的开始 希望下一任教练能带领这支队伍走向更高的舞台 用实际行动证明一天比一天好可以不再只是口号 川普会重返白宫 贺锦丽成为美国第一位女总统 2024年世界第一大竞争 谁胜谁输 天下都会大变 美国导报 来自美国大事现场的信息 华盛顿 华尔街 硅谷 还是美国任何一个州 美国导报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呐